吸烟,短命的答案 在美国外来移民普遍比当地人更长寿 以及具有西班牙裔血统的人 比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更长寿 这两种看起来不同寻常的现象 其答案或许就在于是否吸烟 以及吸烟多少 数十年来 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都知道 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 收入和学历较高的人 一般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雄人寿命更长 健康状况更好 这种趋势在研究者目之所及的范围内都成立 不管是在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不管是在欧洲 亚洲还是美洲 都是这样 然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例外 其中一个叫做移民效应 我们可以把移民看成是一个群体 尽管他们定居的国家不尽一样 美国、保大利亚 德国、加拿大都有可能 但他们普遍要比当地人更长寿 而且移民一般都没受过良好教育 在这些国家的生存环境也要艰苦一些 另一个例外叫做西班牙裔悖论 这一现象在美国尤为明显 在一例又一例研究中 西班牙裔似乎都比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寿命更长 平均后者更富有 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以2006年为例 美国西班牙裔居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要比非西班牙裔白人长2.5年 这个悖论是真实存在的 无法用数据误差来解释 然而 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 对于美国西班牙裔居民的寿命 为何比本土美国人更长的问题 世界顶尖人口统计学家 塞莫尔·普雷斯顿曾提出过一个假设 而菲内伦则想出了一些办法来验证这个假设 并看看这个假设是否也能用于解释移民效应 现在我们基本能解释这两个异常现象 如果我们的研究没问题 那么引起这两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 它就藏在我们眼皮底下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更长寿的那两个群体更少吸烟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设 来解释那种很普遍的移民效应 其中大部分假设 同时也在设法解释相对特殊一些的西班牙裔悖论 大家把这两个现象绑在一起的原因是 美国的很多西班牙裔居民都是移民 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 在美国生活的西班牙裔居民中 有五分之二都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 对于移民效应 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 移民的承受能力可能更强 在精神上和体格上都是这样 这种想法的逻辑是 要离开家乡到一国的土地上开创新生活 毕竟需要一定的能力和行动力 最起码 行将就木的人是不可能移民的 因此 能够移民到美国的人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健康一些 另外 生了病的移民也许会离开美国 回家接受治疗 这也会让居住在美国的移民显得非常健康 而关于西班牙裔悖论 科学家提出的假设通常会强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美国的西班牙裔居民家庭关系可能更密切 这有助于他们对抗疾病和压力 还有一种可能是 西班牙裔居民所吃的食物营养更丰富 或者他们不论在工作和休闲时都是以体力活动为主 这也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 以上观点看上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一项研究能够证实 这些行为确实与西班牙裔的寿命优势有关 而吸烟作为一种生活习惯 在对全球任何人群进行的死亡率评估中 都是一个重要指标 吸烟 这种在明显不过的因素 是否就是解释美国移民与西班牙裔寿命优势的关键所在 2009年至2010年 根据美国人口统计系统和人口普查局在2000年统计的数据 我们做了两项分析 一项是比较西班牙裔或非西班牙裔白人不考虑出生地的情况 另一项则是对比移民与美国本土人口不考虑种族的情况 遗憾的是 我们无法专门对外来的西班牙裔移民和出生于美国本土的西班牙裔居民做比较 因为对于相对年长的出生于美国本土的西班牙裔居民 迄今还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有效地统计他们的整体平均寿命 在每一项分析中 我们都会估算所有比较的每个人群中由西班牙造成的死亡数量 然后查验在总体性的死亡率差异中 有多大比例可由西班牙来解释 我们使用肺癌造成的死亡作为西班牙相关死亡的标志 因为肺癌是与西班牙关系最密切的一种疾病 然后再使用肺癌引起的死亡来推测所有西班牙相关疾病引起的死亡数量 分析结果发表在国际流行病学杂志上 其说福利让我们自己都感到吃惊 我们发现西班牙是唯一一个能够完美解释西班牙裔悖论和普遍性移民效应的因素 至少在成年人中是如此 我们的结果表明 2000年时 在美国50岁的西班牙裔或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中 他们的预期寿命差异有75%以上都是由西班牙导致的 在女性中这个比例大概也为75% 对于出生于外国和本土的50岁美国男性 他们的预期寿命差异也有50%以上由西班牙导致 在女性中这个比例甚至超过70% 我们还无法了解的是 少西班牙是否会让出生于其他国家的西班牙裔的寿命 长于美国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 因为我们没有单独估算这两个群体的死亡率 不过最新的数据与这个想法并无背离 贝内伦发现 在美国之外出生的西班牙裔中 他们的吸烟频率确实比美国本土出生的西班牙裔低得多 有人会问 为什么此前没有人注意到吸烟这个因素 显然 人们肯定知道吸烟对健康不利 但在不同种族的健康差异中 吸烟到底应该负多大的责任 人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针对不同群体健康习惯的研究都是基于大规模调查 而这种调查不会过度涉及吸烟细节 因而也就无法体现不同人群吸烟习惯的差异 以一个典型的健康调查为例 受访者要填写的调查表 与我们初次去看某位医生时需要填写的病史表格有些相像 调查表大概会问你 现在是否吸烟和以前是否吸过烟 但很少会仔细询问烟龄有多长 以及在不同时间段 一天会吸几只烟 即便问了这些问题 人们对于自己多年前究竟吸过多少烟可能也会记错 不过一些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 还是发现了不同种族在吸烟率 吸烟和不吸烟的人的比例上的差异 正是受到这类信息的启发 我和费内伦决定去研究 吸烟究竟是不是导致西班牙异悖论的关键因素 不过上述调查通常没有注意到不同种族在吸烟强度 持续时间 吸烟人数等方面的差异 还好至少有一组数据提到了这方面的细节 每年一次的美国国民健康访问调查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s 都会非常详细地询问关于烟草使用的问题 该调查表明 在西班牙裔居民中 不仅吸烟者和以前吸过烟的人较少 吸烟人群中的重度吸烟者也较少 例如在2009年 只有9%的西班牙裔女性吸烟 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中有21%吸烟 西班牙裔男性吸烟者为10% 对 对西班牙裔白人男性则为25% 平均来讲 在这些吸烟者中 西班牙裔居民的香烟消费量也要少得多 我在前文曾提到 导致移民效应和西班牙裔悖论的原因 藏在我们眼皮底下 说的就是美国国民健康调查 所反映的信息 对于美国的西班牙裔居民 学界都知道这个人群中吸烟的人非常少 甚至还有数据表明 西班牙裔居民即使吸烟 他们的烟瘾也不大 但是从来没人计算 西班牙裔居民或非西班牙裔居民在香烟消费量上的差异 是否大到可以影响寿命的程度 因此 我和菲内伦做了一次计算 在估算吸烟致死人数时 我们没有使用调查数据 而是用了美国国民综合死亡数据 其中记录了美国在2000年的每一个死亡案例 当然 这些数据肯定存在很多缺陷 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关键性假设 与肺癌相关的死亡记录在所有人群中都同样可靠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假设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我和菲内伦使用了数种方法来估算吸烟致死人数 结果每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都很相似 我们还考虑了移民返回家乡死亡的可能性 但我们的研究还是发现 的确是吸烟造成了寿命差异 我说不清楚 美国西班牙裔居民的吸烟量为何要比非西班牙裔白人少 但有一点很明显 自从20世纪后半夜 吸烟有害健康成为健康常识之后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戒掉了吸烟的习惯 而与此同时 香烟消费在发展中国价却成上升趋势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败烟草公司的强势营销所赐 综合这两种趋势 我们可以推测 假以时日 美国移民的寿命优势也许会消失 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 移民效应和西班牙裔悖论可能都会不复存在 对于香烟的危害 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或许都不陌生 但有时我们会忽略香烟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将是多么深远 在西班牙裔悲论的这个例子中 较低的香烟消费量 既能弥补这类人群在社会经济上的种种劣势要知道 这些劣势常常导致健康水平低下与早吃 这项研究的结果值得每个人牢记